2019年的B站观众老爷们,你们还好吗?我是神奇海螺 最近呢,经常有B站的观众老爷私信我说,哎哟,海螺啊,天也冷嘛,赶紧推荐一下什么好用,好穿又便宜的羽绒服啊什么的,参考参考 那其实海螺我呢,我这个日本的衣柜里面一件羽绒服都没有 因为我本人并不是特别喜欢穿羽绒服,因为我觉得羽绒服的话实在是太臃肿了 它无论如何都会很臃肿,因为羽绒这个材质呢,它必须要够蓬,够蓬才有那个保温的效果 所以呢,保暖效果好的羽绒服呢,基本上都是很蓬的,那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那种很蓬的感觉 而且活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我是比较好动的嘛,就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啊 而且近些年羽绒服实在是满大街都是啊,加拿大俄啊,TNF啊,Mongrad什么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羽绒服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 而且羽绒服的话,说实话款式的话比较单一 那近些年比较有特点的,也就是长款和一些oversize的款式了 但其实还是比较单一的,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 这边呢,今天我海洛给大家就推荐一下 冬天呢,你不只可以选择羽绒服,你还可以选择什么呢? 军用的外套,没错 相比与羽绒服而言那种军用外套呢,我觉得款式更多 选择性呢,也更广一些 那也许冬天呢,你就可以考虑入手一件帅气的军用外套 军用外套是从战争时期的军装演变过来的嘛 所以说其实种类真的是非常复杂 我就列举一些比较代表性的 第一个首先我想说的就是 M65,M65是美军研发出来在越南真正时候使用的外套 那它有什么特点呢? 其实M65的它的保暖性能并不是特别的好在军用外套里面 因为是在越南打仗嘛,说实话 越南气候的话,东南亚还是属于比较湿热的 所以那时候的美军需要设置一款能够灵活应对天池的外套 防水性能要好,然后昼夜温差大的时候要随时能够调整 所以M65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在它这个可以拆卸的内胆 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个内胆拆掉 然后晚上冷的时候呢,又可以穿上去 而且呢,把那种翻领的衣领改成了利领 利领更加方便一些 然后像这种陆战兵的外套的口袋也是非常多 因为要放很多东西啊 所以就是M65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灵活应变 那现在呢,演变成各种潮流品牌里面的单品之后呢 其实颜色上的选择是很多的 但基本上的版型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版型 特点的话,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那个可以拆卸的内胆 说实话M65呢,在日常里面还是挺常见的 而且它的款式呢,一般都是偏中长款的 虽然说保暖的性能并不是很好 但是因为中长款嘛 里面可以加衣服啊什么的冬天穿的话 中长款的外套里面加的衣服比较多的话 也不会觉得很臃肿啊 不像一些短款的羽绒服 光是这么穿就已经很臃肿了 更别说里面加衣服了对吧 然后第二款我想推荐的就是飞行员系列的外套 那飞行员系列外套 说到飞行员夹克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MAE啦 因为MAE前两年三年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 各大时装品牌街头超派都推出了他们的MAE 那MAE有什么特点呢?作为一款飞行员外套 首先呢它必须是短款 因为要在那个狭小的一个机舱里面啊 说实话有很多精密的仪器啊 仪表之类的按钮开关什么的 要是长款的外套的话 很容易碰到啊之类的误触就很麻烦了 所以呢首先 MAE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短款 整个设置的比较简单利索啊 特别是它的这个袖口和它的衣摆呢 都采用那种螺旋纹的收口 就是为了防止说衣服碰到旁边的仪表之类的 MAE的还有个特点轻薄 包括它的口袋呢 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多 然后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在它的这个左手臂的这个 有一个小的一个口袋 这个口袋一般来说是放那种记号笔 那方便飞行员在地图上做标记啊之类的 然后MAE呢防水的效果也同样是很好 基本上所有的军装呢对这个防水效果的要求都是很高的 毕竟打仗嘛 这种下雨天这种恶劣天气都是难免的 然后就是它这个比较防风的一个设计啊 在抵抗寒风上也是非常强的 那空军夹克呢如果是原版的MAE 大家都知道就是里面是橙色的 为什么要设计成橙色呢 很简单就跟救生衣一样的效果就是要醒目 因为飞行员呢因为一些意外情况着陆也好 正常着陆也好都要把这个夹克反穿出来 方便自己的队友呢第一时间找到自己 那真的很重要 所以呢基本上原版的MAE呢都是设计成里面的内称都是橙色的 这样比较醒目一些 说完了MAE同样再说一件空军的夹克 我觉得空军真的非常好看干净干练 那么下一件我想说的空军夹克呢就是这个N3B N3B这个专有名词呢真的是非常的高 所以我就专门出这些视频给大家讲解一下 了解一下这个各种复杂这种军装的代号 N3B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保暖效果要比MAE还要好呢 就是在于它的这个帽子 它这边呢是采用了一种非常毛茸茸的帽子啊 就是这是呢参考了艾斯基墨人的那个服装啊 那个很毛茸的帽子 说实话那个帽子真的超级保暖 N3B的这个保暖性能真的是非常的强 那我正好最近买了一件Palace的N3B 当然它是属于改良版的 并不是就是原版那种感觉了 我先拿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帽子到底有多保暖呢 戴上之后寒风几乎吹不到里面来 不过我都看不见前面的路了 但是保暖的性能真的是超级一流啊 而且N3B呢相比MBE来说它的充棉量真的非常足的 说实话我觉得N3B的一个保暖性能 不亚于一些平价的羽绒服了已经 而且呢像这种军装外套和羽绒服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羽绒服的话一旦是 占水湿热的一个状态 虽然说现在很多一个防水的羽绒服 但是一旦是它湿水的状态的话 它的保暖性能就完全没有了 但是像这种军装外套的话 比较纯正的一些军装外套 它里面的充的棉呢是属于一种屁棉 就是传统的美国的保温棉 那这种屁棉的话呢 即使是在完全湿润的一个状态下 它还是有一定的保暖能力的 所以呢美军呢就大量的采用这种屁棉 为他们的军装外套充棉 这样的话哪怕是这个士兵掉到水里 它还是能够保证一定的保暖性的 不会被外面的恶劣的天气啊寒风冰冷的海水给冻死 所以呢大家想到保暖的外套 就不要只考虑羽绒服啦 像这种N3B呢同样是非常保暖的 那如果你觉得N3B还不够保暖 还达不到你心目中的非常非常保暖的外套的话 没关系还有一件空军夹克比N3B还要保暖 那就是B3飞雪岩夹克没错N3B的3B倒下B3 B3呢这个设计呢真的就是简单又粗暴 当年美军研发这个B3夹克的时候非常简单 就是直接把一个羊皮活生生的扒下来做了一件衣服没错 它是皮毛一体的就是说外面呢是一种皮质的皮革的感觉 然后里面的内衬呢就是那种有点像现在的姚立荣啊那种感觉毛茸茸的感觉 大家知道保暖性能最好的果然还是要动物的皮毛那种感觉啊 这么一件B3夹克动物的皮毛直接制成了B3夹克 它的保暖性能真的是非常优异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把一只小绵羊皮 把了然后穿在身上那种感觉 非常的厚实非常的厚重 然后呢同样是飞雪岩夹克它也是短款的嘛 然后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它这个利领 它这个利领的一个设计呢如今被很多很多的外套都借鉴了 大家跑进ZARA逛一下男装就能找到大概四五件这种款式的衣服 那我正好拿一下我最爱的那件优衣裤的外套给大家看一下 一样的设计就是这种利领啊 这种利领的话天气冷的情况下你坐在飞机里啊 士兵坐在飞机里天气冷的情况下 只要完全把这拉链拉上到脸这个位置 这个非常的保暖了其实已经 专业的B3夹克呢在这个领口这边还有两层的大扣 那个可以严严实实的把脸部牢牢的裹起来 不让这个寒风吹进去 不过呢它就比较厚重了 穿起来就可能会比较臃肿了 大家熟悉的伟人巴顿将军就是喜欢穿这个B3那个外套 基本上穿这个B3外套的话 跟羽绒服一样里面只要穿一件单薄的长袖短袖就可以了 已经非常的保暖了 而且B3夹克的相比羽绒服来说 我觉得更加能衬托出男人的那种阳刚之气 非常适合那种穿衣风格比较成熟的男生 以上就是我今天为大家讲解的一些军装夹克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种草 是不是可以去考虑去转一圈 买一件军装夹克来过冬呢 现在的潮牌里面的这种军装夹克的设计 已经跟以前传统的军装大有不同了 大家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风格 像这种军装夹克不只是日潮 美潮一样能玩的非常的溜 我是神奇海洛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收藏头皮转发 然后关注下我的B站 关注下我的微博 我们下周五不见